日本是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和自然奇观的迷人美丽国家 位于东亚的日本,是一个由四个主要岛屿和成千上万的小岛组成的群岛 人口超过1.26亿的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也是其中一个最独特、最迷人的国家 让我们一起探索日本的五大闭房景点 日本五大闭房景点 第五名,广岛 广岛,一个拥有悲惨过去和充满未来希望的城市 1945年8月6日,广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核弹投袭击的城市 这一事件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但今天,广岛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城市 致力于和平、和解和未来希望的推动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是广岛的主要景点之一 这是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崇高而庄严的纪念 公园里设有多个纪念碑,包括圆抱圆顶 这是对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日子的提醒 但广岛不仅仅是它的悲剧历史 这座城市还以其美食文明,包括著名的广岛烧 这是一种口感酥脆,里面填满了面条、蔬菜、肉类或海鲜的咸味烧饼 对于爱好自然的人来说,广岛是一个天堂 市区和周围的山区都有美丽的公园、花园和远族步道 也许广岛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如何将悲剧转化为和平和希望的讯息 从每年的和平纪念仪式到许多博物馆和推广和平的教育项目 广岛是一个致力于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城市 第四名,京都 京都是日本的古都 是一座充满历史、文化和美丽事物的城市 作为日本最大的城市之一 京都有超过150万人口 然而,尽管时间流逝 它仍然成功地保留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传统 京都的主要景点之一 是它令人惊叹的寺庙、神社和花园 其中许多可追溯到数百年前 其中的亮点包括标志性的陆苑寺 又名京阁寺 是一座被金箔覆盖的寺庙 宁静的哲学之道 一条平和的步行小径 两旁种植着樱花树 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福建道和大社 有数千个明亮的橙色鸟居 但是 京都不单单只有历史景点 这座城市还以其美食文明 包括一系列传统菜肴 如淮石料理、季节性食材的多道菜肴 和汤豆腐 在热水中炖煮的豆腐 对于购物者来说 京都是一个天堂 有从传统工艺品 如陶器和纺织品 到现代时尚和配饰 京都之所以特别 是因为它体现了日本的精神 尊重自然和历史 对于任何想要寻找古老寺庙 美食货仅仅想沉浸在日本之美中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完美的目的地 第三名 大阪 大阪是个充满活力和热闹的城市 以美食、夜生活和娱乐闻名 作为日本人口超过1900万的城市 大阪是一个绝佳的目的地 提供无尽的乐趣和刺激 大阪的美食是其最大的吸引力 从街边小摊到高档餐厅 大阪是美食家的天堂 一些必尝的美食包括章鱼烧、大阪烧和炸串 大阪不仅仅只有美食 它还以其热闹的夜生活闻名 大阪有各种各样的酒吧、夜店和娱乐场所 适合各种人事的口味 繁华的道顿窟区 这里有霓虹灯、美食摊和街头表演者 充满活力的新世界区 以其复古的魅力和老派的氛围而闻名 壮丽的大阪城市大阪必去的景点之一 这座堡垒可以追溯到16世纪 城堡周围是美丽的庭园 从城堡的观景台上 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壮丽景色 大阪以其友好的风土民情 丰富的文化和冒险精神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也是其最独特的特点 大阪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不论你对美食、夜生活、历史还是纯粹享受好时光 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第二名 东京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会区之一 拥有超过1300万居民 东京是一个以对比为特色的城市 你可以在闪耀的摩天大楼和霓虹灯照耀下的街道中 发现宁静的花园和历史悠久的寺庙 传统的木造房屋也处立在巨大的钢铁和玻璃结构物的阴影下 这是一个融合了历史与未来发展的城市 东京的碧区景点包括浅草寺 东京最古老的佛教寺庙 住的鱼市场 全球最大的鱼市场之一 还有元素 这个流行的购物区 以时尚和独特的流行文化文明 东京的夜生活也是十分精彩 充满活力的酒吧 夜店和卡拉OK餐厅又深夜一直开到天亮 东京也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食文明 从世界级的寿司到丰盛的拉面 在城市各处的餐厅和小摊位都可以品尝到 东京是购物者的天堂 从高端设计师的精品店到古怪的复古商店 而至名牌时尚名店都应有尽有 东京是一个启发人心充满活力的城市 从现代奇观到古老传统 东京以其迷人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混合体吸引着游客 东京成为每个旅行者的必去地点 第一名 富士山 富士山是日本的最高峰 高达3776公尺 它位于距东京约100公里的西南方 当天气晴朗时 从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它的轮廓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山上攀爬 行走山境 或是从远处欣赏它的自然美景 富士山是日本文化中 具有深远象征意义的圣山 它自古以来一直在艺术和文学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许多人而言 盘登山顶是一次灵性之旅 让它们更接近天堂 这座几乎完美形状的火山山峰 也吸引了数十万的登山客和行者 攀登具有一定挑战性 但到达顶峰是一种值得奖励的壮举 你可以欣赏周遭连绵起伏的山脉 壮丽的湖泊 和360度的海洋美景 即使你对攀山不感兴趣 你仍然有很多方法可以欣赏富士山的美景 你可以在富士山附近的河口湖上乘船游览 参观当地的温泉 或者只是在园区和花园中享受悠闲的野餐时光 富士山激发人们对历史的热爱 从艺术家和诗人到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 无论你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 冒险家或者只是喜爱欣赏壮丽美景的人 富士山都是一个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旅游圣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